啊收拾了一下午 明天出发 今天终于把车里面收拾完了 带大家看一下 ok 从前往后吧 前面一个洗漱包 一个水壶 一个移动电源 副驾驶的话 放点笔记本电脑 还有一些拍摄的东西 后排是小白的地方 所以给他带了很多吃的 狗粮狗骨头 还有就是我的 烧饭家伙 下面几箱全是我的食物 从这边看一下 他给他买了个小长颈鹿 然后他路上玩的 这里面是狗的一些雨皮啊 还有洗澡用的东西 还有大量的零食 中间是一个药箱 这里面就不得了了 这里面到了路上 拆给大家看 一箱全是吃的 这两块脱困板实在没地方装了 只能把它装在备胎上 后面后备箱也散满了 有一箱牛奶 然后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些露营的装备啊 这是冬天用的衣物 一个冰箱 两个睡袋 这是帐篷的保温层 下面是桌椅 一个梯子 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清风点银 还有一个蒟胎器 蒟胎器在这里 蒟胎器在这里 后面是一个工具带 工具带里面 反正乱七八糟工具都有 还有电饭煲 下面还有柴火炉 反正我们路上一路用的话 一路再看吧 上面是三个水箱 我路上用的话 基本上这个是引用水箱 这是自然水箱 如果进无人区的话 把当中这水箱再灌满 然后再带点水 应该就可以了 没带太多东西啊 一方面路上有什么少的都可以买 另外一方面 车里面实在塞不下了 看一下 基本上都塞满了 好了 我们正式准备出发啊 让我们江湖再见